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23日 晚上的10点25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越秀区的德镇中路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拿着伞 因为现在天空不做美啊 下着小雨 因为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 不仅下雨 今天广州的温度啊 也是挺凉爽的 只有22度 还是挺不错的 这也是今年广州最低温度的一天了 不过的话这个温度啊 不会去世很久吧 因为广州是一比较难的南方城市 想要广州彻底变连 起码要等到22月份吧 79块8 这流量可以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店还在开门营业 广州 广州作为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如果一些小城市的话 到了晚上的10点钟 可以说是一片了 不仅电关门 路上也没有行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起起起客广州的路上 逛街的人还是挺多的吧 如果到了白天啊 这里更加的热闹 因为这条路啊 也算是广州一条美食路吧 这里聚集了很多一些广州老四号美食 或者是广州的网红美食 这家就是广州西方有名的炖品店了 还有在前方的话 也有广州一家很网红的葱油饼店 等一下的 又拐吧 还有广州一家很网红的甜品 或者是 一些什么 等等的美食吧 反正挺多的 而且的话 这条路啊 也是比较靠近北京路的吧 又拐机走不远处就是北京路了 看 还有很多店在营业当中 因为广州区是广州的老城区 这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个经济 或者是这个商业的氛围啊 都是挺不错的 这家糕点店 还在营业当中 如果是新货的话 这条路啊 应该逛过 可能美女的话比较熟识吧 如果是男士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条路 因为很多男士的话啊 去旅游的时候啊 都不怎么喜欢吃美食的 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我觉得去一个外地旅游 去外省旅游 是要看看当地的习俗 或者是 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更重要要尝尝当地的美食 即使吃不实惯也要尝一下 来都来了去都去了 不过不吃一下当地美食的话 我觉得 有点白跑一趟 这条路叫做文明路 这条文明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旗楼啊 特别的漂亮 这条路的话 我觉得算是 对秀区最漂亮的老街 因为这里的旗楼特别的漂亮 前方这里是一个椅子 可以看到这栋旗楼啊 特别美 这家甜品店 这是我所说的 网红甜品店 里面也是做无需食啊 现在在修路 这家也是顿品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的路上啊 就没多少人 因为这个雨的话可以说是下了 大半天啊 从下午开始下 下到现在没听过 就使得很多人 下班人 也不愿意出来逢街了 我发现开门营业的 都是一些美食店 要不就是便利店 最后都是一餐饮店 也只有这些店 24小时都有顾客 其他的一些什么衣服店啊 什么鞋店啊 这些都不会有人买的 这些的话开也是开而已 到网上的随来买衣服 随来买鞋 看到没有 一路的逛过来 可以看到这边的骑楼特别美 我感觉这里的骑楼啊 也是最高的吧 随差都有差不多十层楼了 我都一般的骑楼啊 都不会进得这么高的 普遍都是两三层吧 前方最佳九月鸡 也是广州老师号 据说是广州烧热快餐的创始者 看到没有 都是一餐饮店 药店 前方又是一些茶饮店 高点店 我感觉这个雨啊 有点线 秋天的时候下的雨啊 不大不小 好了 有意思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继续带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